去年年底承认被婚生女的台湾歌手杨永聪 这日就来到香港宣传新专辑 女女出生之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现身幕前了 是不是太享受做爸爸不舍得回来做事啊 一定要想一想要不要继续当艺人 然后我决定了 我必须要继续坚持做这个工作 我花了两年多写这个专辑的歌 然后我用一年半录那个专辑 然后中间也是有结婚了 然后有女儿 所以还有中间有一些演戏的机会 所以我们拍电影、微电影还有广告 其实虽然你有可能没有看过或者听过新的音乐 我最近蛮忙的 我今天早上从台湾过来 刚刚到这里 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想想我的女儿 其实我刚到了我已经打给她一个视频 然后我一直看她说 美国宣企我不在这里 难得这次来到香港 又会希望跟哪位香港歌手合作呢 就是我一直想要跟Eason合作 我觉得我不需要说为什么 是Eason合作 我想要跟每一个人的想要 我还没有有机会 但是我希望会有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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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